以前很多人把这个工作 这个是马青做的 亲眼团做的 这个是妇女主做的 这个是母体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因为当你看议题的时候 特别是有一些 当年轻人如果要参政的话 他不应该被限制certain的task 他应该是完全的进入那个状态 参与这个 当然要有抉择权 然后要有这个主导权 要有他本身思考能力 要朝的方向等等 这个本来都应该有的 而不是被一被 一个task之后 就让你去做一些 你在旁边玩吧 等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下野之后吧 大家也感觉 一而再再而三 谈的那种传统又传统的东西 也开始的把它放开 当然一下子你说 你说是完全改变吗 我不觉得我党 或者我们完全已经丢掉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包袱 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改变 我们最大改变就是 马清已经直接 直接在这个权力的中心 马化权力中心 而且在商讨任何议题 甚至是在部署 甚至是在讨论 甚至是在这个安排方面 都已经是在这个权力中心里头 我不觉得已经是在在在在在旁等 这个 instruction下来才去做工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压力集团呢 我觉得我党应该是每一个党员 从这个下野之后的应该是每一个党员 来成为我们的压力集团 更加应该成为高层领袖的压力集团 我做不对你就直接告诉我 大家好商量可以谈 不然的话我觉得在党内也不可以谈的话 我觉得是太浪费了 这里的压力集团是指说 向政府施压 向这个谁当权 就是说发现到一些东西不对的时候 那么马清就应该站在最前面 之后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话 那么马化的母体才出来 backup才出来声援 这是过去处理的方式 那么现在这一招还管不管用呢 就是有什么事情 行有行信谁有谁信的那种东西 也就是马清扮演这种角色 是不是还是这种pattern还是这种模式呢 OK我想要讲的这个就是一般传统的那个说法 然后你去讲没有错的 马清先讲讲了我们都会backup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是马清又讲可以讲 如果有错我们自己来承担 因为我觉得做领导本来就有承担能力 不然的话你会纵容就是 就是我感觉我年轻就可以乱说话 然后有爸爸妈妈来帮我处理 我觉得这个思维是要调整的 而且是如果继续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要承担起那个责任就是说出去了 毕竟走过必留下痕迹 加上现在的这个social media 这一个这一个what the call that 疯狂也好你说这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维应该要改变 应该是马清要讲可以讲 但是也要学习什么叫负责任 总会长就是魏迪亚箱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呢 还是放任让你们自己飞 放任怎么可以用放任呢 应该是说他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自由 其实当我们做当反对党的时候 自由度就完全是更高 但是当我们自由度很高的时候 那个时候面对的就是我们只剩下一位活种 在国会里头只有一位活种 所以无论我们说什么 到最后话语这个有重量的话 还是要回到去 总会长你是不是这样子说的 我最记得这一届是 以前我们也用过党发言人等等 受过不受重用 因为感觉你说了 我还是要去先问一问你的领导 这一届我们重新再启动 而且empower empower我们的发言人为党的立场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反对党的时候 大家还完全进入不到那个状态 就是一定要找魏加强来问 毕竟他也只是下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说 总会长好像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人打全部 不应该谁打一点谁打一点 但是那个就是final的总结 毕竟我们怎么样打 最后还是会去找 这一个唯一的活种来回答 才感觉像样 最后那个时候 我看到的那个盲点就是 因为唯一他讲的话 他可以把它带进国会 而且国会发声了 他可以出来告诉我们 so he is the only one can answer 所以变成了不不成形 所以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来当众的时候 都觉得要重新的empower 我们的这一个发言人机制 让更多的甚至是年轻人可以参与 然后觉得因为发言 毕竟发言人是稿是准备好的 但是你要消化你要融入 而且你说了之后 你不只是对着进入发言之后 发言之后的其他的事项 人家问到你的时候 你是否有这一个回答的能力 或者是你根本有没有消化 这个党的立场 我等等 这个都是一种责任 我觉得培训年轻人 就好像说你要他学游泳 不应该去泳池 应该可以去大海 感谢观看